這樣你也三年就賺五百萬 來看今天的消息 上到這個粉海控制法之後 已經有可能的委員拿出 這個酒海控制條例的出案 說希望可以對到這個九州 來求這個健康官 以來是要喝酒 民眾可能要多花一點錢 衛生素各民健康教 沒有僅僅在家裡 要從他酒海控制法 對酒品求健康官 因為酗酒造成包括家暴 社會安全事件 性侵等等的問題 所以希望能夠針對酒品危害的部分 有一些進一步的規範 郭建卿說 一年來原本對青少年喝酒也有 喝酒開車的開發有規範 不過從各個出色來看 酒品應該要訂出一個公廳的介紹 介紹不可以太多 只能夠公開民眾來買酒 有好減少亂喝酒的危害 不過衛生素比較之下 沒有僅僅健康官也是比較好行的方式 不過這樣的作案 就是讓調教立委出現不同的意見 認為菸跟酒都要扣 這個本來菸跟酒 事實上跟我們這個人的健康是息息相關 課增 要不要課增稅 我覺得是 那一套思維 我覺得我在法案的時候在討論 我現在我並不是很贊成 其實目前已經有立委拿出酒 海洋桌條類無人版本 除了扣健康官以外也要列出 禁酒的重數 不過衛生素的版本 到底有多一點 衛生素說可能會願意 法律對酒品來扣健康官 當時經濟的酒只有票是經過 衛生素目前加載 願意版本 在根據酒的散告 令歡迎心疑 記者總法報道